女儿奄奄一息时 作为儿科专家的妻子 直接拔掉了女儿的氧气管 宣告抢救无效死亡 女儿刚死 她就取出她的心脏 救活了白月光的儿子 知道真相后 我发狂地要她为女儿偿命 她却笑得冷漠 一个臭丫头 还是个傻子 死了就死了 看着她无情的嘴脸 我紧紧地捏着拳头 这愁我记下了 后来我压着她 跪在我女儿的坟前忏悔 她悔恨痛哭求我原谅 冷血的人怎么会真心悔过呢 除了死 我真想不出 要怎么原谅她 夜里五岁的女儿 突然高烧不退 浑身滚烫 一边打急救电话 一边给儿科医生的老婆打电话 老婆的电话接通了 我不等她说话 就立刻急切地描述女儿的病情 俊俊现在的温度是39.5 她脸颊通红 呼吸有些不顺畅 我感觉她嗓子里卡了痰 有呼噜噜的声音 我刚叫了救护车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缓解女儿的情况 我与其很着急 看着女儿通红的小脸 我恨不能立刻让老婆过来 当面给女儿诊断 电话那边犹豫了片刻 柳如烟倒是破天荒的 没有和我发脾气 你先给她物理降温 既然叫了救护车 那你就安心等待 救护车一到 我就立刻给俊俊抢救闻言 我微微松了一口气 就算柳如烟再怎么厌恶俊俊 那也是她十月怀胎 生下来的孩子 以前可能是我对她要求太高了 等俊俊病好了 我要和柳如烟谈一谈 我也不希望这个家真的散了 我更希望俊俊有一个完整的家 救护车是二十分钟后到的 俊俊下的救护车 我就看到了穿着白大褂 等在医院门口的柳如烟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安慰道 你不用担心我点了点头 目送着柳如烟 推着俊俊往手术室的方向走 我刚要跟上去 却在医院门口看到了合车 她和另一群医生 推着病床 着急地往里面跑 看着病床上和俊俊年龄相仿 脸色苍白的男孩 我心里突然有一种 很不舒服的感觉 合车当年和柳如烟分手后 就娶妻生子定居国外了 她现在突然回国 又将生病的儿子 送来这家医院 到底和柳如烟有没有关系 眼看着俊俊进了手术室 我来不及多想 立刻跑了过去 我在抢救室门口 等了两个多小时 看着外面 渐渐亮起来的天色 心里慌得厉害 俊俊不过是个发烧 为什么会在抢救室里 待这么久 柳如烟到底在对俊俊做什么 就在我胶着的坐立不安的时候 抢救室的门 突然被人从里面打开 我几乎是一步冲了过去 看到柳如烟的刹那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俊俊 怎么样啊 怎么在手术室里待了这么久 柳如烟看着我摘掉了脸上的口罩 他一脸抱歉地盯着我 语气竟然冷静到像是在例行公事 俊俊是急性猴炎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没有抢救过来 闻言 我猛地后退两步跌坐在地上 我仰着头看着柳如烟疯狂地摇头 不是猴炎 猴炎我知道的 俊俊不是那个病情 我手脚病用的从地上爬起来 一把拉住了柳如烟的手 我向你道歉 我不应该和你吵架的 我也不应该埋怨你不爱俊俊 我现在不需要你像我爱俊俊一样的爱他 我只希望你把俊俊还给我 求你把俊俊还给我吧 柳如烟推开我的手 你不要闹了 俊俊已经死了 你现在需要的是 接受事实 接受事实 我怎么能接受的了 我女儿死在她亲妈的手术刀下 我怎么能接受 二 我要见俊俊的尸体 我冷静下来 盯着柳如烟的紧紧的拳头 柳如烟冷着眼看着我 语调平淡的没有一丝感情 俊俊已经死了 我是她的亲生母亲 也是一名医生 尸体处理的事就交给我吧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俊俊的死 但是我希望你冷静下来 我也希望俊俊活过来 因为她也是我的女儿 柳如烟生出俊俊那天开始 她就一天都没有照顾过她 就因为俊俊是个女孩 俊俊一口母乳都没有喝过 就被她丢给了我 她不但不照顾俊俊 还偷偷虐待俊俊 我每个月不得不出差的那几天 她不给俊俊喂奶粉 饿得俊俊不停地哭 哭得柳如烟烟了 她就丧心病狂地 将一岁大的俊俊丢到阳台里 自生自灭 寒冬腊月的天 要不是我及时赶回来 俊俊就被她冻死了 后来俊俊大一些了 我以为能唤醒柳如烟的母爱 俊俊却被查出患有罕见病 不会说 不会表达只会哭 柳如烟更是以此为借口 要把俊俊丢了 让她死在外面 前段时间 因为俊俊哭闹着要柳如烟抱 柳如烟烟烟得不行 直接用开水泼到了俊俊身上 看着俊俊被烫伤的皮肤 我忍无可忍地和吵了起来 还差点动手打了她 因为这件事 我们冷战互不联系 她一直住在医院里没回家 要不是俊俊突然发病 我也不会给她打电话 我以为她是良心发现了 没想到她是想要害死我女儿 我盯着柳如烟脑袋里 突然想到了合车那张脸 我抓住了柳如烟的手臂 音调陡然提高 我女儿的死 是不是和合车的儿子有关 柳如烟皱着眉头 眼底却闪过一丝紧张 她甩开我的手 皱着眉头倒打一耙 钱若烟你有病吧 什么都能想到合车 她早就出国了 和俊俊的死有什么关系 她紧张了 她还敢对我说谎 我不管和合车有没有关系 你要是不给我看俊俊的尸体 我就在这里闹 哪家医院不给病人家属看尸体 是不是你们医院故意害死了我女儿 文言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带着一丝阴沉 她盯着我压低声音想要警告 却被赶来主任打断了她的话 柳如烟 就算是你的女儿 你也必须要给钱若阳看看俊俊的尸体 这是规定你既然是医生的身份 就不能完全代替家属 这点是你还不清楚吗 柳如烟垂眸 眼底闪过一抹紧张 点了点头 我知道过了一会儿 她身后手术室的门被护士推开 俊俊躺在病床上 被白布蒙着 被护士推了出来 我盯着躺在病床上的俊俊 鼻子一酸 眼泪顺着眼眶往外流 我两步冲过去 刚要打开白布 却被柳如烟一把抓住 死者为大 我希望你不要打扰俊俊 我甩开柳如烟的手 一把拉开蒙着俊俊的白布 白布下面 俊俊的胸膛鲜血淋漓地敞开着 胸腔里黑洞洞的 那颗应该在她胸膛里的心脏不见了 三 我捏着拳头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我轻轻地摸着俊俊露在外面 沾染了血迹的小手 张开嘴便是哭腔 俊俊疼马 俊俊没有回答我 那双小手也不再像平日里那样 有力气地抓着我的手指 他不会叫爸爸 却知道在我累得睡着的时候 用小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指 将脸贴在我的脸颊上呼呼睡觉 他不会提需求 即便我将饭菜喂的他满身都是 他都不会生我的气 他只会对我笑 咧着嘴好像我在和他做游戏 虽然他什么都说不出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清楚 他也想要妈妈陪着 要不然为什么 他枕头下面柳如燕的那张照片 怎么会被他钻到了颜色 俊俊是天底下最温暖的孩子 他只是比别的孩子慢了点 柳如燕 他凭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害死我的女儿 我撑着身子从地上站起身 转头恶狠狠地盯着柳如燕 俊俊的心脏呢 柳如燕皱着眉头 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 他走进我垂眸压低了声音 这件事我们回去再说 你别在医院闹 对我影响不好 我女儿死了 心脏被他挖出去了 他只在乎对他影响不好 他到底有没有心 我抬起手愤怒的一巴掌 打在了柳如燕的脸上 我再问你一遍 俊俊的心脏去哪了 柳如燕捂着脸 不敢置信地盯着我 你打我 钱若阳你竟然敢动手打我 好 我告诉你俊俊的心脏去哪了 他的心脏被我捐出去了 他死的时候 医院里刚好来了一个 和俊俊血腥匹配的 心衰症的孩子 那时候俊俊已经被判定死亡了 作为一名医生 一位母亲 我觉得我应该延续俊俊的生命 所以我签下了器官捐赠书 我知道你无法理解 但是这是大爱 比将俊俊直接火化了 更有意义更有意义 他不经过我的同意 私自挖了我女儿的心脏 这是大爱 我看他分明就是 故意害死我的女儿 把心脏给了和俊的儿子 我捏捏拳头咬着牙 一字一句地说道 那个男孩是和俊的儿子吧 柳如燕捶了捶眼眸 我再说一遍 柳如燕 小豪发高烧了 是不是和刚移植的心脏有关系 一道焦急的声音 穿过人群传了过来 柳如燕的脸色 突然变得难看 我僵硬着身体转过头 看到和俊的刹那 我浑身的血液直冲大脑 迈开步子朝着他冲过去 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和俊被我打倒在地 我用膝盖将他压在地上 对着他的脸疯狂地抡拳头 还我女儿 和俊被我打蒙了 根本没机会还手 眼看着从他鼻腔里流出的血 越来越多 柳如燕心疼的一把 抓住我的手 够了 钱若燕你别太过分了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报警 他说的对 我女儿死得这样惨 确实应该报警 我用带鞋的手拿出手机 当着柳如燕的面 拨通了报警电话 我要报警 四 电话被柳如燕抢了过去 恼羞成怒地砸在了地上 你非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俊俊的手术流程 和手术记录走的 都是正常流程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查 看着被柳如燕砸烂的手机 我绝望地从地上爬起来 跪在周围看热闹的人面前 将头重重地砸在地上 一下又一下 直到额头上渗出血珠 我才停下来 我仰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声音哽咽悲伤 各位 你们看到了吗 我老婆不但婚内出轨 还为了男小三害死自己的女儿 我女儿的心脏 就是被我老婆亲手挖出去的 这颗心脏 现在就放在男小三儿子的肚子里 我一边大哭 一边从地上亮枪地爬起来 走到了俊俊的面前 再次看到俊俊的胸膛 我还是止不住地浑身颤抖 我指着俊俊本应该放心脏的位置 他们不让我报警 那就说明我女儿死得蹊跷 各位 我求求你们 一定要将今天的事情散播出去 求大家给我女儿一个公道 我对着所有人深深地锯了一躬 久久不肯站直身体 围观的人见状将手机举得高高的 议论声也从一开始的窃窃私语 变成了现在的人身攻击 这女人根本就不配当母亲 她怎么忍心将孩子的心脏 挖出来给别人的 太恶心了 她这样的人竟然是个医生 是不是她看中的心脏 都会这么悄无声息地被拿走 这家医院我可不敢再来了 别病没看好 命没了 就是刚刚她说的冠冕堂皇的 我还以为她是个好医生 没想到啊 竟然是婚内出轨的贱人 她护着男小三 还要报警 谁给她的脸啊 她怎么这么不要脸 还砸人家手机 不是她要报警的吗 她怎么不敢啊 真恶心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必须严查围观群众的话 越来越难听 柳如烟将和彻 从地上扶起来 对着我皱紧了眉头 一脸怒意 钱若阳 你这样胡搅蛮缠的样子 真人恶心 我们的家事 何必和医院扯上关系 看着柳如烟 心疼和彻的模样 我垂着眼眸 扮演着弱者的模样 是啊 就算是家事 我现在丧女之痛 痛彻心扉 而你却护着别的男人 这样你也觉得 是我的错吗 柳如烟瞪着我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 一直站在柳如烟 身后的主任 一张脸黑透了 他板着脸 瞪着柳如烟 语气阴沉 带着怒意 柳如烟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件事 要是扩大了 对医院造成了影响 到时候 就算我在看中你 你也得给我滚蛋 你现在立刻回去写检讨 看看怎么和大家解释清楚 这件事 主任愤怒离开 柳如烟一张脸 难看到了几点 和撤将手 从柳如烟的手里抽出来 往后退了一步 和他保持距离 柳医生 感谢你对我们父子的帮助 我也认同您的医术 但是其他的 我真的不能昧着良心给你 我真不想背上男小三的罪名 以后还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 五 医院里传出去的视频 一夜爆火 全市的人都知道 柳如烟是个媚男的贱女人 为了讨好白月光 背着丈夫出轨 还利用医生的职务 害死自己的女儿 将女儿的心脏 给了白月光的儿子 好多网红和记者 都来医院围堵柳如烟 因为围堵柳如烟的人太多了 对医院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影响 医院当即立断 对柳如烟进行了停职处分 和撤本以为 自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和柳如烟划清了界限 他就可以明哲保身了 没想到 他缩头乌龟的样子 让网友更加反感 直接将他所有老底扒了出来 一时间为帮富婆远渡 重阳凤凰南 喜当爹后吃回头草的词条 登上了各大头版头条 原来当年和撤和柳如烟分手 根本不是因为他要出国留学 而是他帮上了 大他二十几岁的富婆 出国后 他一直靠着富婆养着 他却背着富婆 在外面养别的女人 那女人以为和撤是个富豪 想着母平子贵 背着他怀了孩子 在孩子落地的时候 找上了门 被富婆知道后 他直接将和撤扫地出门 和撤养在外面的女人 也因为他是个骗子 和他一刀两断 孩子也留给了和撤 小豪在三岁的时候 查出了新衰症 为了给小豪治病 和撤花光了所有积蓄 就在他带着他带着小豪等死的时候 他意外地看到了朋友圈里的柳如烟 知道柳如烟是儿科医生的身份 他就立刻回国巴结勾引柳如烟 没想到柳如烟那么容易就上钩了 他出钱出力的照顾和撤和小豪 在知道小豪的血型后 他甚至做出了一定可以让小豪痊愈的保证 按照网友扒出的时间 和撤是去年回国的 也就是说 去年柳如烟就开始背叛我们的婚姻了 我有些疲惫地按了按太阳穴 看着躺在我怀里的俊俊 我伸手摸了摸他长发 我将买回来的鹅黄色公主裙 慢慢地往他身上套 他的身体已经僵硬了 不能再像从前那样 配合着我穿上他最爱的公主裙了 他的脸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圆润了 他才躺在这两天 脸颊都凹进去了 我费力地帮俊俊穿好公主裙 又帮他梳了他喜欢的麻花便 今天的麻花便 如果俊俊看得到 他一定会皱着脸摇头 平日里我梳麻花便梳得最好了 今天也不知怎么了 竟然梳不出平时的水平了 我将穿好衣服的俊俊紧紧地抱在怀里 从医院一步一步地朝着火葬场走去 我要送他最后一程 我要他走的每一步都有我陪着 免得他想回来找我的时候会害怕 医院到火葬场的路不远 可是我却从天黑走到了天亮 俊俊明明不清的 可是我抱着他却觉得空荡荡的 看着怀里穿着鹅黄色公主裙的俊俊 我哽咽了好几次 都舍不得将他放进火化炉里 把他放进去了 我的俊俊就真的没有了 我在火葬场从天亮等到了天黑 看着一直不停工作的火化炉 我抱着俊俊的手紧紧地捏上了拳头 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我要给俊俊报仇 我要让柳如烟和何彻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六 我没想到先来找我的人竟然是何彻 他胡子长了不少 衣服褶皱 裤子上满是油渍的模样 让人看起来多少有些反味 我和他不熟 自然没必要邀请他进屋坐坐 我将他挡在门口垂谋 竹客 和先生 我想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他抬眼 一双满是血丝的眼里 反映出我略有销瘦的面颊 他捏着拳头目光阴狠地盯着我 一拳打在了我的鼻梁上 我没动 任由鼻血流了下来 钱若养你个王八蛋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要不是你让那些人把视频发到网上 我和小豪也不会被医院赶出来 现在联系不上柳如烟 小豪一直发着高烧 要是小豪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看着何彻 抬手将流出的鼻血抹掉 一脸诧异 联系不上柳如烟 他为了你连自己女儿的心脏都能挖出来 你现在的遭遇这么困难 他又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何彻冷哼出声 皱着眉头骂骂咧咧 柳如烟那个贱女人 竟然因为我当中说他勾引我和我翻脸 将我拉黑了 我不过是为了自保 他竟然记恨上我了 真是小心眼闻言 我冷哼出声 既然柳如烟不肯管你 那你来找我也没用 我抓着门板 想要将何彻关在门外 他却一只手把着门板 硬从门外挤了进来 我现在身无分文 你要是不帮我联系柳如烟 我就在这等着 看着迈着步子扑通一声 坐进沙发里的何彻 我垂眸扯了扯嘴角 既然他送上门了 那我自然不会浪费这个机会 我关上门 给何彻到了茶 坐在他对面 我也联系不上柳如烟 听说他被停止了 估计是怕网友找到他 所以躲起来了 不过他躲起来了 却不联系你 我倒是有点意外 他为了你不惜 破坏我们的家庭 害死我的女儿 我觉得你在他心里的地位 还是很高的可能是那天 你没有站在他那边 他生 气了吧 不然我帮你发一条视频 到网上试一试 可彻盯着我 眼底闪过一丝警惕 你别他妈的害老子 老子要不是走投无路 也不会来找你 你巴不得我们父子都去死 你会帮我 我垂眸 我自然不会帮你 但冤有头债有主 害死我女儿的罪魁祸首 是柳如烟 我也只是想要让柳如烟偿命 你想要他的钱 我想要他的命 何彻看着我瞇了瞇眼睛 犹豫了好一会儿 好 反正老子也没路可走了 读一把 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看着何彻满眼算计的模样 我举起手机对准了他的脸 他按照我的说法 录了一段视频 为了确保我没有坑他 他再三确认了内容 并且盯着我将视频发布后 才离开 何彻离开后 我立刻在后面追加了一条视频 然后拨通了我之前联系好的网络大咖的电话 故事变得好一点 只相信都直到柳如烟身上 这次我只要柳如烟身败名列 我抬头看着屋子里各个角落里 安装的针孔摄像头 垂眸冷笑出声 他说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他可太天真了 很快他和柳如烟就会一起下地狱 七 最近大众的关注点都在我们几个人的身上 所以相关的视频一发出 就立刻有很多人关注转发 再加上我找的人是千万级网红大咖 他编的故事跌宕起伏 俨然将我编成了罪弱的弱者 就连何彻在这两段视频里 都进行了阶段性的洗白 视频里我被塑造成 被何彻逼上门威胁要钱 但得知他儿子病重快死的时候 还是出手相助的正面形象 而柳如烟则是成了先是害死自己女儿的恶毒亲妈 又勾引何彻的媚男女 见勾引不成 便骗走了何彻所有的积蓄夺了起来 何彻的那段录音争议很大 我让他在视频里只说了 柳如烟我很需要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两个视频一前一后的发 很容易就让大众产生联想 再加上网红大咖的刻意引导 柳如烟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 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恶魔 很快网友就人肉到了柳如烟的住处 并且将详细地址放到了网上 当天晚上 我家门铃又响了 看着一脸纠结的何彻 我让阿让身子 找到柳如烟了 怎么不高兴了 何彻皱着眉头叹了口气 我不想给他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你只是希望他能够再帮帮小豪 我挑眉 你那么对他 他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小豪 如果你信得过我 我有一条路 让他必须救活小豪 否则他就得身败名列文言 何彻的一双眼瞬间亮了 只要能救小豪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我找了不少能闹事的人 陪着何彻去问柳如烟要钱 又花钱请了一些 愿意蹭热度的小网红 不眠不休的现场直播 柳如烟住的地方 被一批又一批的网友 堵得水泄不通 看着直播里柳如烟 开门就缩回去的模样 我冷笑出声 帮我找两个混混 不眠不休的 砸柳如烟家里的门 就说要他还债 再找个会闹事会演戏的老太太 让他拿着俊俊的照片 站在柳如烟家门口 要他偿命 再请一个丧月队 就在柳如烟家门口不停地唱 钱不是问题 我先给你打过去五十万 不够的我在家挂断了电话 我将直播间投屏到大屏幕上 就算柳如烟能熬过这一夜 他也得脱层皮 凌晨的时候 柳如烟家的门 被小混混拍得框框响 丧月哭了波接一波 看着不停地探出头 又骂骂咧咧 关上门的邻居们 我拍了拍怀里 俊俊的骨灰 明天 柳如烟就无家可归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 何彻抱着小豪出场了 他一边哭 一边求柳如烟 救救小豪 到柳如烟家门口的时候 柳如烟刚好气急败坏地 推开门 他看到何彻的刹那 微微一愣 下一秒就发疯一样地 朝着何彻扑了过去 何彻 我为了你亲手 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你现在既然这样对我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说完柳如烟微微一愣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都转头就要躲起来 可是已经晚了 他的话已经通过各种摄像头 进行了全国直播 八 柳如烟亲口承认 害死俊俊的话成了铁证 他被相关部门的人 带回去进行调查了 这一调查 倒是真的调查 出了一些问题 我接到公安局电话的时候 正在给俊俊讲故事 俊俊爱听故事 每天午睡和晚上 他都要听上十几分钟 才肯睡 挂断警察局的电话 我坚持着讲完了整本故事书 将故事书里 俊俊的照片整理好 才出门 到警察局的时候 柳如烟蓬头垢面 脸色难看地坐在警察对面 见到我柳如烟 急切地朝着我看了过来 他红着眼 一脸焦急地对着我说道 若阳 你总算来了 你快点告诉警察同志 我没有亲手害死俊俊 他那天得了急性喉言 我只是没有将他抢救过来而已 我得有还死他 看着柳如烟焦急的模样 想来我的证词 对他来说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我对着警察微微汗手 在柳如烟身边坐了下来 警察看了一眼柳如烟 然后问道 他说的这些话 你可以作证吗 他可以 他是我丈夫 死得俊俊的我们的女儿 虎毒不食子啊 就算我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害死自己的女儿啊 警察敲了敲桌面 柳女士 我们没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试图引导 前先生柳如烟 不情愿地皱了皱眉头 眼睛却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生怕我不按照他的要求说一般 我没有接他的话 也没有回答警察的话 而是将我整理好的照片 交到了警察的手里 警察同志 这是柳如烟 在家里虐待我五岁女儿的证据 照片里的女孩 是我女儿俊俊 她生前最后一次见柳如烟 是柳如烟用开水烫伤她的那次 那次我和柳如烟发生了很严重的争吵 吵架内容涉及到了离婚 但是因为柳如烟拒绝和我沟通 我们才没有进行离婚 俊俊发病那天 我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我对她描述了俊俊的内容 她曾经表示过没有问题 她可以治好 那段电话我有录音 如果警方需要 我可以随时提供 我女儿死在医院的那天 柳如烟的白月光和彻的儿子 也住进了医院 我不知道是否是巧合 但是同一天和彻的儿子 进行了心脏移植 柳如烟发狂地瞪着我 手指恨不能戳到我的脸上 不是这样的 你根本就是在颠倒黑白 我没有这么做 俊俊就是死于急性喉颜 我的手术流程都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捐赠器官的证明 都是符合规定的 你不能在这空口白牙地 污蔑我符合规定 我垂眸冷冷地看着柳如烟 一切既然符合规定 那她为什么会求到我面前 我目光阴狠地盯着柳如烟 将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推到她面前 签字 离婚 柳如烟微微一愣 下一秒就将离婚协议 当着我的面撕个粉碎 我不会离婚的 钱若阳 你要是不救我出去玩 我就拖着你 一辈子不和你离婚威胁我 我垂眸 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柳如烟 不签字也没关系 我会起诉离婚 加上你虐待俊俊证据 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道的 说完我用余光看了一眼 捏着照片一脸痛心的警察 警察抬眼 恶狠狠地盯着柳如烟 现在证据确凿 我劝你不要再过多地狡辩 光是虐待未成年这一条 就够你吃一壶了柳如烟文言 刚刚跋扈的一张脸 瞬间丧了下去 她手脚并用地正脱开警察 跪在我面前 抓着我的裤脚求我 就我这一次行不行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和撤 和撤逼我的 她说我要是不救她儿子 她就把我们之前的事情都爆出来 我害怕她毁了我 所以我猜 柳江将头重重地磕在地上 我错了 若阳我知错了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保证以后一定一心一意对你 我再给你生一个孩子好吗 你救救我吧 我不能坐牢的 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我不可以坐牢的 看着痛哭流涕的柳如烟 我垂下眼眸盯着她 你没爱过俊俊 那你爱过我吗 柳如烟微微一愣 下一秒就不停地表忠心 见状 我将裤腿从她手里用力地扯出 你没爱过我 和我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我追你的时间 最久都说爱屋即屋 你若真的爱我 又怎么会对我们的女儿动杀心 不是的 我爱你 若阳我爱你的 我只是讨厌俊俊 我只是觉得她是个女孩 会变得和我一样不幸 柳如烟试图在抓住我的裤腿 可是我却不想再给她机会 就像她不曾给俊俊一个机会一样 九 柳如烟因为杀人情节极其恶劣 再加上她利用医生的职务 做过多起违法犯罪的事情 恕罪并罚 最终判处死刑 半个月后执行 柳如烟被判死刑后 家里所有的房产 资金都归我所有 其实这些年 柳如烟从未给家里花过什么钱 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值班购买的 当年为了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追了她三年 为了给她最好的生活 我从体制内辞职下海经商 虽说这些年没有大富大贵 但也算是衣食无忧 财务自由 柳如烟想要的任何东西 我都会满足她 就像我们住的那个房子 城中心老破小 买的时候花了大价钱 只因为柳如烟说地理位置好 距离他们医院近 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还只写了她的名字 柳如烟怀孕的时候 我更是放下了手里全部的工作 陪着她 只为了让她安心养胎 没生俊俊前 柳如烟虽然矫情跋扈了一些 可是也没到过这样的地步 俊俊一出生 柳如烟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她看俊俊那恶毒的眼神 连我都觉得可怕 我不明白柳如烟 为什么要这样重男轻女 俊俊是她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 即便性别有所偏差 她也不至于恨到亲手害怕自己的女儿啊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捧着俊俊的骨灰 关上了曾经我们的房子 也许我本就不了解柳如烟 又或者是她隐藏得太深 所以才害死了俊俊 钱若阳 你竟然把我当枪使 现在柳如烟被判了死刑 柳如烟的财产都归你所有了 你答应给我的钱呢 我刚准备上车 和车握着钢管目光凶狠地朝着我冲了过来 哐嚷一声 她手里的钢管 直接将我的车门砸到凹陷下去 你现在把柳如烟所有的钱都给我 我对着和车贪了贪手 柳如烟有什么财产 她赚的工资不都给你花了 你住的房子 你儿子手术的费用不都是柳如烟出的吗 你现在拿着钢管砸烂了我的车 我报警警察可是会立刻将你抓走的 我劝你别冲动 要不然你那个儿子可就真的没救了 和车捏着钢管的手紧了又紧 你他妈的坑我 我儿子现在出现了排斥反应 我们又没钱住院 你难道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死吗 我紧了紧怀里的骨灰盒 迈开步子走到和车面前 当初你们不也是让我亲眼看着我女儿死的吗 怎么 现在换成是你就受不了了 我告诉你 我不但要让你儿子死 我还要让你死 和车瞪着我 发疯一样地将钢管往我头上 身上砸 我紧紧地护着怀里的骨灰盒 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额头上的血流进了眼睛里 看着眼前腥红的一切 我扯着嘴角笑出了声 俊俊 爸爸给你报仇了 我被警察送去医院的时候 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好在老天爷怜惜我 给我留了一条亲眼 看着和车和柳如烟死的机会 和车因为使用特别残忍的手段 是我重伤 被判处死刑 接到和车被判死刑消息的那天 我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最近这段时间关于我的惨痛经历 是里面打算做一些列的专题报道 我靠坐在病床上 浑身插满了管子 目光落在了怀里的骨灰盒上 极其艰难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字 我希望恶人有恶报时 柳如烟视角 我没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我本可以光明的一生 枪声响起的刹那 我的思绪回到了我小时候 我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孩 我原名叫柳四娇 爸妈重男轻女 为了生男孩不停地生 生到我的时候 我妈大出血连铲床都没下来 可是我爸却半点没有联系我妈 在我满月后立刻娶了新老婆 后妈第一年就生出了儿子 从那天起 我和三个姐姐的日子 便过得生不如死 三个姐姐未成年 就被后妈卖给男人赚钱了 因为我年纪小 后妈勉强将我留在家里伺候弟弟 为了过得好一些 我从小便学会了讨好别人 特别是弟弟和我爸 后妈厌恶我 要将我嫁给村里的光棍 我就连夜爬上弟弟的床 假装和他发生了什么 后妈为了堵我的嘴 不得不将我留在家里 还送我去上了学 在学校里我只和男生玩 因为他们可以保护我 给我买零食 还能揍弟弟为我出气 我学习成绩很好 一路绿灯上了大学 一上大学我就盯上了和彻 和彻很普通 家庭一般 长相也一般 但是只有他这样的男人 才有可能娶我 不会背叛我 可是我没想到 我会看走眼 和彻出国后 我便一心扑在了学习上 想着有了好工作 就能找到更好的男人 果然在我工作的第二年 遇到了钱若阳 他是我的理想型 是我可以翻身的机会 我调了他三年 才终于答应和他在一起 本来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怀孕的时候 我不停地祈祷一定要生出男孩来 可是老天爷却偏偏要和我作对 我不但生出了女还 还是得了怪病的女孩 我好恨就相当出我妈那样 如果杀人不犯法 我一定立刻掐死他 我和钱若阳的关系越来越差 我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俊俊 我想着只要他死了 那我和钱若阳就会回到最初 好几次俊俊都要死了 可是钱若阳却回来了 他抱着俊俊一脸疼惜的模样 让我极度地发狂 我觉得是俊俊抢走了钱若阳对我的爱 所以他必须死 我没想到有生之年 我还能遇到何彻 他领着孩子泪眼婆娑地求我帮帮他 当年抛弃我的男人 如今跪在我面前求我的感觉真的很爽 为了不让他失望 为了让他后悔 我立刻答应了帮他救儿子 一切检查结果出来后 看着和俊俊血型一致的小豪 我觉得老天爷都在帮我 于是我精心策划好了一切 我故意烫伤俊俊 因为烫伤的伤口最难护理 即便看了医生擦了药 还是会引起高烧 将俊俊烫伤后 我就和钱若阳大吵了一架 找借口搬去了医院 我在医院等了好几天 终于等来了钱若阳的电话 接到钱若阳电话后 我立刻给和车打电话 他们一前一后到了医院 刚好可以同步进行手术 我剖开俊俊胸膛的时候 他的小手还紧紧握在一起 就像小时候睡不安稳的时候一样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我以为一切都会按照我设想的那样 没想到钱若阳那么在乎俊俊 竟然要当场检查 俊俊是尸体 他把一切事情都搞乱了 就连和车也不站在我这边了 我完了 被钱若阳搞得身败名裂 我跪在他面前求他 他还不肯放过我 非要让我死 让我给俊俊赔命 这一切都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想象中 所有男人都应该围着我转 我努力了那么多年 不停地和男人周旋 为什么到最后他们两个男人都不要我了 我身体重重地砸在地上 眼前闪过俊俊小时候的画面 他的那张脸和我小时候的脸重合了 可能我并没有多恨俊俊 我恨的那个人是小时候的自己吧 全文完 全文完